大家好,我是凡 8月22日举行起泰去笑碑福尔摩沙象棋棋王赛的初赛 初赛是八个八段,分为两组 每组进行四人双循环,取小组前两名进入四强决赛 第一轮的四盘棋都是合棋 其中比较激烈的就是这一盘 我们来为大家介绍 红方江中豪八段,黑方杨忠玉八段 红方过攻炮开局,黑方跳马,红方跳马 黑方出狙,红方七兵,黑方七组 这边红方如果出直狙,那黑方就可以进炮封锁 那么实战红方是点七兵 如果是点三兵的话,黑方可以选择走三不虎 或者是挺三组对挺 那实战红方点七兵,黑方护点七组 红方七路就跳起正马,黑方跳边马 红方再挺一个兵,压制住黑方的边马 这里黑方,平炮,秒马,红方,怪马,封区,黑方 就骑,骑合炮,打马,突破封锁 红方,马踩,鞭足,踩炮,黑方 这里实战是选择了炮打兵 这个应该是属于布局上的一个瑕疵 导致后面的发展会比较被动 这个类似的盘面在这个许云川与郑维彤的一分钟快骑 也有下到 那我放影片连结给大家参考 这里黑方的正着呢 是先把车开出来先手抓炮 让这个红方表态 红方如果出局保炮了以后 黑方在炮打兵 形成了这边先牵制住红方的鞠炮 那红方以下在考虑进炮来压制住黑鞠 双方另有攻守 那这边黑方如果直接炮打兵 变成红方这个炮的这个安排 对红方来说就不是困难 那红方就进边兵黑方出局 那红方这个直居就省了 那红方就直接骑而炮 一放呢压制住这边的空间 那黑方实战呢在飞向 这里实战红方是选择了平炮打局 这一手琴呢感觉没有特别的必要 因为呢黑方的局呢也是不够亮的 那红方平炮了以后呢 在自己的阵型上面的架子会比较松散一点 所以红方可以考虑呢先飞手向 先手抓炮 看这个黑方的炮呢怎么动 未来这个九路局呢可以考虑生巡河 或者是生濒临线 就是看黑方的这个黑炮的动向 那实战呢红方顺手呢先打局 那黑方平局 红方呢再爬濒临局 那黑方上市补强自己的阵型 那红方呢也上市 那黑方呢这边就进炮 红方呢不愿意去直接主动对 因为对完以后红方的诱码压力比较大 因此呢红方就先这个飞向 但是这个飞向呢也不是先手抓炮 因为呢这个炮是没有跟的 所以刚刚啊这个炮平炮打局以后呢 自己就脱离了一个保护的位置 那黑方就直接平局 那红方又再把这个炮平了回来 那黑方这边呢再进炮 本来前面的发展 红方是相当不错的 那走到这边的话呢 红方的优势呢就不太明显了 那红方开乐局出来 黑方这个局一齐合 那红方这个乐局呢就没有太好的点 实战呢红方是直接选择了进局 摆出了进攻的架势 但是呢仔细分析这个盘面 黑方啊其实在这个双狙双炮的这个骑行上面呢 已经有很强的反击能力 所以红方这个狙啊往前移动了以后呢 这边的空门会更加的明显 这个起红方可以考虑呢 先退狙抓炮 再做纠缠 否则这个炮呢埋伏在下乐路 其实也是有相当的这个威力 那红方实战进局 那黑方呢看准了这一手以后就平炮 把这个炮平开以后呢准备要沉底 那这里红方又 这个平狙抓炮 看起来是一个先手 但是呢这个起呢可以属于是一个拜着 如果黑方呢走准的话呢 黑方在这边只要 平炮 躲到一个暗向子里 但是呢这边有打向 以后呢还有攻杀的路线 这样子下的话呢 因为这个这边要打向 这边要放成里炮 二者必得其一 这样下的话呢 红方的局势就非常非常危险 那实战呢 黑方是选择了平边炮 也还算是不错的一手棋 但是呢这个平炮塞向也会更加的严厉 那红方赶紧又把这个局呢撤回来 避免这个底线的问题 那黑方这边呢实战平居 看住这个炮 这一手棋 以现在来看呢 似乎没有比较明显的效用 所以如果说是要动这个局的话呢 可以直接往这个边线一平 那红方啊 这个马炮兵呢 其实在这个红方的九路呢 是一个痛点 只要吃掉这个兵以后呢 红方的马跟炮 位置就形成非常的松散 就有这个危险 所以呢这边黑方可以把这个局平到边路 这个反先的势头是比较明显的 那实战呢 黑方是平居过来 那红方先平一手居消除隐患 然后呢他选择了进炮 摆出了一个反攻的架势 那这样下的话呢 双方感觉都对局势比较失控 就是呈现了一个对攻的状态 那黑方呢就把这个马跳出来 加强火力 那红方实战呢是选择平炮打局 那在这边的这个平炮打局呢 就感觉就是说 这个防守的关注度呢 就没有那么高 就是准备呢要采取进攻的态势 但是呢 红方啊这边针对这个弱点 可能还是要考虑 这个先抓一手炮 守住这个自己的九路边兵 局势上面呢就比较不会那么危险 那红方啊实战是平炮 那黑方呢这边是平居 平到乐道来 实际上针对红方啊准备要这个双炮成底 这个组织攻杀的这个部分呢 黑方可以攻守兼备 一样呢是把这个军呢 放到边线来 那以下如果红方啊 执意要用这个双炮 这样的这个造型 平边 那黑方啊就可以直接居吃拼 因为这样居吃拼以后呢 红方啊他的攻击手段就没有了 那个红方不管是层这个炮还是层这个炮 黑方啊这个炮打马了以后 恰巧又看住了红方的九路炮 所以红方这样子下的话呢就失子失事 所以黑方刚刚在逃居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逃到边路来 是一个攻守兼备的一手棋 那实战黑方呢是把这个居平到乐道来 那红方就平炮 那黑方呢这边有隐患 就选择了直接退到底线 那下二路抓炮呢再多抓几手 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下榜 那红方这边呢在平区抓炮 那黑方实战呢这边是走这个平到三路来 这个位置呢比较没有积极的一个作用 所以黑方可以直接一样平到四路来呢 这个压住向眼 那黑方反击呢就很快就展开了 那黑方实战平到这边来 红方进一手中兵打通自己的兵营线 加强这个防守的力度 那黑方呢这个时候看到了这个手段 再回头三一项也 那红方呢这边下得比较强硬 因为这个项呢他没有这个也可能感觉 如果花一手棋去补呢不好补 所以索性呢就直接冲过来 那黑方呢就不客气直接打向进行攻杀 那红方选择歪帅 那黑方呢这边又点狙 这边呢黑方啊的这个攻势算是展开的比红方更快 而且呢红方这个狙呢还在加中 所以形同呢黑方是双狙双炮就直接进行攻杀 而且红方的狙还让了一只 那这个棋呢红方因为黑方啊有一个平了直接绝杀的棋 所以红方啊就只好把狙平过来 那黑方实战呢是选择退马 可能是临场的一个盲点 因为呢红方这个狙已经是软腿了 他不能离开这条乐道 否则黑方啊狙一平乐就杀了 所以黑方啊这个可以强势的马吃兵 那这个棋呢就把这个子力全部都扑到前线来了 红方就这个局势呢就很难防守 那实战呢黑方是退马 退马之后呢红方看到这个局势 因为将来呢可能有一个兜马 或是退一手抓马的棋 所以红方就退一步抓炮 让黑方呢去表态 那实战呢黑方选择了炮打马 炮打马以后呢这边呢就有先手吃中兵的棋 那这个棋呢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要保持进攻的复杂度的话 因为毕竟呢黑方现在是比较强势的 所以也可以考虑推中炮保留变化 感觉呢这样子下的话呢 这个黑方的筹码应该会更这个优势一些 因为黑方的直立比较靠前 而且呢直立也比较多 那实战呢黑方是选择相对减零的炮打马 那红方吃炮 黑方再把这个中兵给拱了 那红方平居过来 还是呢这个要摆出反击的架势 那黑方呢这边因为有隐患 所以呢就平居抓炮 解决这个成体的问题 那红方平炮出来 那黑方实战是选择了 把这个红帅给将进去以后呢 再推炮摆这个中炮热居的这个造型 那这个棋黑方也可以考虑 其实红方的帅呢在外面 黑方的炮呢在下二路 这个形态已经算是不错了 所以黑方也可以考虑把居拉高 拉高的话呢随时可以支援冲中阻 或者是呢这个G还是可以平到 红方的痛点 平到这个边线来 针对这边呢 进行这个马炮的打击 这样下的话呢感觉也是不错的 那实战黑方平居一将 红方停率 黑方退炮 那红方呢这个G刚刚都没有用 那就直接就想要把它对掉了 对掉之后呢 黑方炮打一将 红方抓炮 这样子就确定对G了 那黑方把它G对掉 对完以后反而变成黑方的G呢在自己家里 只是说在这个前面的激烈的战役结束了之后呢 黑方多足破项 在物质上面来说呢还是有这个取胜的一个前景 那只是说这个优势呢可能没有前面 黑方的G还在外面的时候呢比较大 那黑方就冲中逐 那红方平居守乐 那黑方盘马 那红方进行战术的撤退 那黑方再把这个G开出来 那红方挂中炮 那黑方呢再接上来 这样子 双方的攻守呢就比较紧凑 那红方进炮打马 那黑方呢考虑到将来可能打到边阻以后呢 还要退二这个红方移行换位的防守 所以黑方呢就退马 不让红方呢打边兵 那红方这个时候在进炮 就是说防守呢 如果看不到明确的防守的时候呢 红方又打算进行攻击了 那实在呢 黑方是选择了Y族 那这个棋呢 因为黑方的G炮族对红方的G炮 那感觉上面还不够力 所以呢 黑方可以考虑直接再加一个胜利军 把马呢往外一翻 不管是将来呢踩边兵或者是踩三路兵 然后呢再进行攻杀 这个起于红方没有办法拦住黑方这个马 所以呢 黑方如果是G炮族 直接进行攻杀的话呢 感觉成算是比较多的 那实在呢 黑方是先Y族盖鞠 那红方呢 就顺势平炮 把鞠量开 而且在这个边线呢 尽量制造黑方的麻烦 那黑方平鞠 抓炮 那红方呢 再把炮放边边 那黑方这里呢 在盘中马出来 还是可以考虑 这个盘外马 这个路线呢 看起来是比较不会受到干扰的 那红方平鞠 那黑方这里选择冲竹 那红方这边点了这个中马 然后黑方跳过来 那红方这边呢 有一个换子的一个旗呢 就平兵 抓鞠 那黑方呢 就把兵给吃了 那红方呢 这边在一兜 这个马族呢 就被红方算是串打 那黑方退马 红方吃足 那黑方这边这个马被打了 因此呢 就退边 也让红方的这个泡马炮的这个形态呢 是不佳的 那红方在这边呢 赶紧进行签置 这个局势呢 走到这边来 我们分析一下 虽然呢 双方还是在进行了一波的简化 双方的这个过河兵主呢 都被吃掉了 但是呢 黑方在子力上面来说 还是比较靠前 而且呢 黑方还是有多足 并且迫向的局势 只是说 红方这个进军一签了以后呢 黑方就要考虑说 这边被签置的情况 是要如何脱身 那红方呢 在这边也是也被受到 黑方的隐形签置 因为红方的马呢 也不好跳 那实在黑方呢 这边有先手先转 先抓一手拘 那红方保持牵制呢 只能在这边顶着 那黑方呢 再抓 红方呢 再平 这里呢 可能是因为时间比较紧 所以黑方呢 还是选择了解明的路线 就选择了对子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指力价值来说的话 红方这个马 其实价值是没有那么高的 那这只马呢 虽然暂时被牵制住 但是它还是比较有潜力 所以呢 黑方这个对子来说呢 对自己来说 不是特别的划算 那所以黑方这边可以考虑的是 先咬再咬一手拘 那红方平拘了之后呢 帮这两只马去找寻 这个进攻的路线 那这边呢 可以直接冲足 那冲足以后呢 也算是卖一个破绽 那红方如果平拘抓马 那黑方呢 他这边可以考虑退马 或者是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一边的话 是可以直接就弃子 吃兵 那待会呢 再退一手拘抓马 形成一个先切后取 只是说这个当然在临场看起来是比较有风险 那黑方呢 这边也可以选择弃竹 直接呢 退马回来 那红方如果把这个竹给拱掉 黑方恰巧就有一个雪花盖顶 飞下 把这个红方的军呢 引到这边来以后呢 再把它盖住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没有办法牵制住军马 等于说 这个是一个黑方可以设计的一个计划 得子计划 待会呢 黑方就有一个居二退一 直接就抓死这个红方的编马 这样下的话呢 红方就没有办法掌控住 这个刚刚的反击之势了 那这样子下 黑方可以说是相当的乐观 那实在呢 黑方是选择着简明的对马 那红方吃掉 黑方吃掉 带了一手抓炮 那红方平开来 黑方抓炮 红方再平到这边来 黑方再进居 那双方的指令呢 又再进一步的简化了 自然还是黑方比较好 但是呢 红方还有这个回旋的余地 那红方平居 守住乐道 那黑方实战呢 炮打边兵 这个炮打边兵呢 红方如果把这个炮往中间一摆 利用黑方的炮自己走开了以后 平炮一把 这样子的话呢 准备要先手抓码 那黑方呢 因为这个炮走开以后 中路炮不能电了 那只能往中间一摆 但是这个中间一摆以后呢 右边的底线又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红方拘带往这边一甩 透过这个强势的运指的话呢 红方的这个局势呢 就会改善很多 所以黑方啊 这个平炮打边 在这个纠缠的盘面下 不一定是最好的一手 所以黑方或许可以考虑 先平炮属于一个观望的一个棋 随时可以后撤 或者是保留打边的机会 那这个局呢 跟炮呢 保持在中心区域 是这个比较畅通的 那实战呢 打完边兵了以后就回不来 那红方如果平中炮的话 局势就相当的 这个转向 就是说 对于这个比较严峻的局势呢 就会有所转环 那实战呢 红方是选择了 先进一手局 先进一手局呢 压制住这个马 不要让这个马呢 能够参战 那黑方呢 在进居 那红方呢 这个时候再放成底炮 要牵制住黑方这个居 不要让他直接吃兵 那黑方这边抓了几手棋 抓了几手棋后呢 在进边组 保留这个组 那红方平涮 那黑方退炮 准备架中 那红方飞下 那黑方这边实战是抓了 抓了几下 抓了几下了以后呢 再把这个炮给甩过来 好 最后期也可以考虑呢 保持自己的有生力量 因为黑方呢 已经多了两个竹 并且破了一个下 所以黑方可以考虑呢 直接挺这个竹 不要让红军吃掉 好 那这样子呢 徐图进取 好 双方在纠缠之下呢 黑方这个物质力量呢 还是保持相当大的差距 还是比较乐观的 好 那实战呢 黑方是甩炮过来 好 那红方当然不让 就把这个竹给吃了 好 那黑方就少了一个生力军 好 那另外一个 这个另外一面来说呢 黑方呢 这边就 透过气阻以后 希望跳马有所进展 好 那红方呢 炮打一将 黑方退居 变居 好 那红方这边呢 再 希望能够破队一指 好 那黑方呢 考虑之后呢 还是把这个炮给吃掉 减少这个干扰 好 那红方 炮吃炮 好 那黑方实战选择近居抓象 好 这个期呢 近居抓象是可取之早 好 那也可以考虑直接 进到兵林线 是这个残局的一个大势所区 因为未来呢 这个兵是比较容易吃到的 那吃到以后呢 形成居马双足 对这个居马 单缺象 好 在残局的指令组合来说呢 也是取胜没有太大问题的 好 所以黑方呢 可以考虑进居到这边来 好 那以下红方如果平居抓马 好 黑方呢 跳过来 暂时挡住居是这个不会妨碍太多 好 因为黑方随时都有机会 可以呢 跳卧槽或是转进抓居抓象等等的 好 那这个军呢 随时都可以吃到 红方的三路兵 好 物质上来说还是很乐观的 好 那实战呢 黑方是选择了 想要抓象 好 那红方退象 黑方再抓这个象 好 那红方平居 黑方呢 这边要抽了 所以黑方呢 撑手是化解 好 那红方居将 从这边呢 将了七步 好 三个循环 好 一将 再将 好 那红方再将 好 将了总共七步 好 之后呢 在打了顿挫以后呢 再退居回来 好 那黑方直接把象吃了 好 那红方平居抓马 好 那黑方是选择了跳马 好 那红方进居 好 那黑方再退马 好 这几手棋呢 好 因为他做了一个这样子抓 好 被变成红方的新手抓马了以后 就可以破到这个象 好 那黑方呢 再跳马 好 那红方退居 黑方跳卧槽 好 那红方退炮 好 那黑方退居 好 这个棋呢 我们先来看子力组合的话呢 基本上的格局是居马足对居炮双四 好 那居马足对居炮双四的格局 基本上也是这个马方呢 居马方呢 可以获胜的 好 那尤其是对方还有一个这个对头兵组 显然是对优势方更有利 好 只是说临场呢 就要看双方的这个发挥 好 那实战呢 红方跨打一将 黑方歪王 红方啊 因为这个居呢 还下不到乐道将 好 那红方平帅 黑方先守乐 好 那红方退居 抓马 黑方退马 红方退炮 实战 黑方是选择了进边组 好 这个棋呢 因为红方的居炮都在同一条线上 好 那在这个残局上面呢 禁竹是在直立组合当然是保持原来的好 但是就位置上来说黑方有一定的战术机会好 那黑方呢 可以考虑先赢头一将把这个帅这个调进来以后呢 在直接平中对这个居炮进行牵制好 因为红方啊没有这个项 所以这个居呢要找根不是很容易 好将来可能还要透过称式退居窩心居的骑行才能帮这个居找到根 好 那这样下的话呢会制造大大制造红方的防守难度 好 所以呢 这个骑黑方不一定要急的过足 而是可以先选择把这个位置呢 让红方走得更不舒服一点 好 那实在黑方是这个冲边组 好 那红方自然把这个骑行调了一下 就没有居炮受签的问题 好 那黑方称式 红方退炮 黑方退降 双方这边进行调整 好 那红方进居抓组 红方进边组 红方呢 这边得以这个把对头兵组呢 先清理掉 好 那在这个 小阶段来说呢 就变成红方获利了 就把这个队友兵组的这个心腹大换呢 给解决了 好 那黑方进居 红方平居 黑方居 迎头一将 红方平率 黑方 奔落潮 好 那红方炮顶 那黑方平降 好 红方平居站中 好 那黑方向飞开 红方在平居 好 那黑方平足 红方平居 好 这边呢 大家还在一个 算是调整阶段吧 好 那黑方呢 毕竟有一个足 好 有一足在手呢 可以慢慢的这个往往城靠近 好 那红方退居 好 那黑方居站中 好 那红方平率 好 这个中路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 那黑方调整一下居足的位置 好 那红方称势 黑方再往中间靠拢 好 那红方称势 黑方退向调整 好 那红方退炮 好 准备呢 要透过中路来 这个 站住中路来防守 好 那黑方先行避开 好 那红方平到乐道 好 那黑方跳马 好 那红方进炮 这手进炮的话呢 嗯 也可以考虑 就是说如果你不往前面进呢 就是保持在中路的话呢 有中路的一个好处 好 那实战红方进炮憋马 好 那黑方 逐一将 红方平乐腰队 黑方平居 好 那摆成呢 居足都在中路以后 随时可以往下一冲 好 那这个骑行呢 就对黑方相当有利了 这个骑如果黑方的一族 换到一式 好 那居炮式的指力组合 是可以手和居马的 但是如果一个族 可以破到两个式 且黑居呢 站在中路的话呢 那这个骑就好赢了 好 那实战呢 红方爬涮 黑方先把中路晾开 好 那红方进居抓象 好 这算是一个洋抓吧 好 就是说先摆一个 摆一个形态 好 那毕竟呢 红方也不一定敢吃 好 那黑方退向 红方呢 在闲居 好 那黑方退市 好 那红方平居 好 那黑方这个 红方是居离开了以后呢 这边就会有这个先手 所以黑方顺势一冲 好 有叫沙 好 那红方退帅 黑方四如破竹 直接把这个四给破了 好 那红方退市 黑方居吃市 走到这边来的话呢 属于基本胜定 好 因为居马对居炮 这个光降 且黑方呢 已经站住了中路 好 那这个攻杀的手段呢 是非常多的 好 那红方平居 好 那黑方退马 好 也可以考虑先把居拉高 好 这两个者都可以考虑 好 那红方进炮 黑方再退马 好 退马把马呢 调整一下位置 好 那实战呢 那红方平炮 走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黑方已经具备了 这个入局的条件 好 那黑方只要把居呢 往后一拉 好 这个对红帅来说呢 这是高居 同时呢 又抓住这个炮 好 准备待会要叫杀 好 那这边呢 要抓炮 两者呢 必得起义 因为红方这个炮呢 也没办法退一电柱 好 因为这个黑马呢 已经控制住这个位置了 所以走到这边来的话呢 黑方只要推手拘就属于胜定 好 那只是呢 临场 黑方呢 没有看到就跳马 好 跳马呢 看起来是一个叫杀 好 这个 居将都在中路 只要平居以后呢 就这个亮开了 但是呢 这边红方恰巧有一手 好骑呢 可以平炮 好 走到这边来呢 直接送炮 因为红居呢 也盯住了这个马 所以黑方吃炮以后赢不了 就变成这一手棋 一走了以后呢 黑方刚刚所苦心经营的中路 就这个被红帮给占回来了 好 那这个棋 居马呢 对居炮 如果防守方呢 站住了中路 而且呢 因为黑方的四项 这个如果是光降 可能还负担比较小 好 那因为有事呢 红帮的居炮抽纸的机会呢 还反而比较多 好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就大大的制造了 黑方的这个取胜难度 好 那以下 黑方平居 较将 黑方平率 黑方挂脚 红帮 坏率 黑方居将 红帮爬 黑方平中 希望能够夺回中路 但是红帮这个居一将 黑方歪降 这个红帮呢 就死守住这个中路 黑方的居马 就会受到孕子的阻碍 好 那黑方称势 好 红帮在弦居 好 那黑方实战 平二 好 这个棋呢 黑方打算要 重新组织一波 好 但是呢 那以这个棋 来说的话呢 可能要考虑 同样的构思呢 可能要考虑平到三路来 将来在马呢 在跳的时候呢 才会受到黑居的资源 好 那实战呢 黑方是平到二路来 好 那红帮平居抓马 黑方 退马咬居 好 这个棋 黑方如果在三路就已经赢了 好 那红帮 退居 黑方就是因为下不到 这个侧面虎这个点 因为黑居没有掩护到 黑马 好 那所以呢 黑方只好实战 退居打一将 好 退帅 然后黑方呢 再抓炮 好 那红帮呢 又把这个居呢 往中路一把 又二手住这个要道 好 那黑方退马 红帮 爬帅 黑方 马咬居 红帮 抓马 黑方退马 红帮 再抓 从这边开始的话 红帮总共是抓了八步 变成了循环三次 好 那黑方退马 好 那红帮 再抓 黑方 再跳 好 红帮呢 总共从刚刚这个盘面呢 抓了八次 好 构成了三次的循环 好 那抓完第八次以后呢 红帮 平算 好 那黑方 居将 红帮 退算 黑方 平居过来 好 那红帮 也平居过来 这个居呢 只要二手住这个 濒临线 好 那对于居马的这个 主行来说呢 是比较困难的 好 那黑方 跳马 好 那红帮 炮 往前一进 好 因为他这边呢 准备要从花心呢 先站住了以后再运马 好 那他进炮以后呢 准备要倒抽居 好 那黑方呢 打一将 红帮 平算 好 那黑方 这边 撑势 好 因为呢 这个旗呢 你不能居六平五叫杀 好 否则呢 反而被红帮 这个 倒打一耙 变成逆转了 逆转获胜 好 所以黑方 先撑势 好 那撑势之后 红帮 进居一将 从这边是有 总共是有七将 好 那黑方爬将 好 那红帮呢 再将了几手 好 总共将了七次 好 然后呢 再退居 好 退居抓马 好 那黑方呢 在马将 好 那红帮平算 黑方在退居 准备呢 要平中 较将抽炮 好 那红帮 这边 居一扣 好 因为黑方的马呢 在低筹的位置 好 那他的战术呢 就有限 好 那黑方居一将 红帮平算 黑方 跳马 红帮呢 在保持高位 去扣住他 还是有用的 黑方下不到 退居 好 那黑方 再退回来 红帮抓几下以后呢 黑方进居 红帮平炮 一打 黑方进满 红帮平居 黑方退满 好 那红帮呢 再把他吸住 好 那黑方平降 红帮退炮 好 走到这边来呢 根据这个 现场所寄步的呢 是事实不已到 也就是在旗规里面呢 限着已满 因此呢 红帮就 这个属于 限着已满的 这个手合成功 好 因此这一盘情呢 就结束了